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在我們做節目錄影的時候 大概九個小時前宣布的消息 希格斯是剛細細的 對於他的成就 大家不需要質疑的 因為我們連神秘之爺都講過他 為什麼? 所以這次開會錄 我們原本有個題材 我們就要過去退後 特意先講希格斯 你講講他的生平 他就算是上帝粒子之父 雖然他不是唯一一個能夠創建這個理論的人 但是他也算是其中一個最快手 給出一個很簡潔的理論 來去解釋這個物理現象的人 這樣講他的貢獻是很大的 但是他的生平做的事情不是很多 就是他做的大事不多 我什麼時候開始留意到這個人物呢 就是當他... 有人很久之前提過他那個叫希格斯牆的理論 但是就說 那時候還是我自己讀這個本科 在中文大學讀著大學 就是二、三年級的時候 在物理系 有人希格斯提出了這個理論 照樣說應該還有這顆粒子的 但是就不知道找不找到 現在也沒有儀器可以找到 應該也很難找的 除非他找到那顆希格斯波式子 否則他都不會因為這個法... 否則都不會說可以有機會拿諾貝爾獎的了 但是如果發現到的話 這些也是根據以往我們對於粒子物理的發現 照樣都是諾貝爾獎級的一些貢獻來的 一直等到他八十多歲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龍台獎 你是做科學生之爺的神秘之爺 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神秘之爺? 我們還在說他有沒有機會拿到 他等不等到 因為諾貝爾獎只要頒給未死的人 如果他死了之後才發現到 那就不值得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說希望他可以等到 那時候他說最重要是長命 是啊 結果他是夠長命等到的 他是2013年那時候是等到這個諾貝爾獎 他自己都說他都沒有想過等得到的 等了是50年 他是Peter Hicks教授剛剛過世 94歲的高齡 你可以計算一條數 他在11年前拿這個諾貝爾獎的時候 他已經是83、84歲了 那再數回他等了50年 他就是80多歲的時候已經等了50年 他就是30多歲已經提出了這個想法了 那就是說呢 由這個2013年你再減回這個50年 就是1963年左右 他已經是提出了這個說法了 由1960年代等到201幾年 由30幾歲等到80幾歲 那其實說真的他已經等到無辱無求了 他都知道自己拿到也是這樣 拿不到也是這樣 拿到有筆錢那又怎樣呢 我都用不了的 那就是提出這個這麼偉大的理論 這個理論偉大在哪裡呢 其實都要說了 因為有了這個希格斯 去提出這個長的理論 他能夠由這個長的理論 合理解釋到物質世界裏面 質量這個基本的概念是怎樣來的 為什麼有質量 那為什麼對於我們來說 覺得這麼引人入勝呢 因為我們很長期以為 物質世界基本上 你用三個道規來去量它 就是那些東西有多長 那些東西有多大其實都是有 那些東西有多長 那個延伸你就量它長闊高 你就知道它有多大了 是不是? 那長度是一個基本的測量的量 一個基本的道規 另外就是時間 用那個時間來量一下 這件事情存留了多久 然後就看它的測量量隨時間的變化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質量這個量 就是我們認為是很基本的東西來的 是沒得問它為什麼來的 就是等於我們長度 我們不可以問究竟什麼東西構成它的長度 長度就是我們認為是最基本的測量概念來的 時間也是 我們不會問就是什麼形成了時間 雖然你可以這樣問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答案的 我們純粹認為時間 就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其中一個道規 我們同樣會認為 一樣的質量有多大 有多小 有多重 都是一個 拿來描述這個物質的基本特性的一個道規 但是希格斯它建立這個希格斯牆的概念 它就能夠告訴我們這個物質世界裡面 為什麼有些東西有質量 為什麼有些東西沒有質量 為什麼有些東西多些質量 為什麼有些東西少些的質量 其實就是一個牆來的 不是一個神 但是它的角色就好像 我令你有質量你就有質量 就是由這個希格斯牆而來 而我們怎麼證實到有希格斯牆這個東西 就是由這個牆裡面 它附帶的一個特性就是 它一定要有一種叫希格斯波式子 來印證它有這個希格斯牆 而我們現在真正已經找到希格斯波式子 而且不止一次找到 是反覆不停地找到的了 現在就是 再經歷了這十年的研究 我們已經找到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無用置疑的了 就是希格斯教授 它連同另外一位比利時直的Anglberg教授 他們就是其中的兩位去建立這個 很基礎的長的理論 去解釋這個世界上的萬物 為什麼有質量的兩位智者 但是它提出這個理論要等幾十年 是不是因為這個實驗本身呢 要花費很巨大 要扔很多很多錢下去 基本上在六十年代沒有人會做這件事的 沒錯 其實就很前瞻性的 因為呢 在那個粒子物理的世界裏面 什麼東西會越難發現呢 就是它很不穩定 它衰變得很快 另外就是它需要產生它的那個能量很高 就是你要它獨立存在 你要產生它給你看到的時候 你要用很大的能量灌注在一處 讓它可以意外地產生了出來 然後產生出來之後 你也會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捕捉到它的軌跡 它很快就會衰變成為其它的東西 有時候甚至乎你是看不到它原先的軌跡是怎樣的 但是你純粹看到它 由它衰變出來的那些東西之後 你證實它曾經存在過 那麼在那個物理世界裏面 還有好幾個這樣的基本粒子 就是要靠這樣來發生的 當初去找這個希格斯波式子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我們是由理論上預測到 這個希格斯波式子它會衰變成什麼東西 而這個衰變是其他的粒子 給不到出來的 因為這個粒子衰變 不是只是說說給你聽有ABC三樣東西出來 而是還會告訴你這ABC三樣東西 它會以一個什麼的速度 什麼的能量級數去出現給你看 而當時這個實驗裡面 他們是能夠找到好幾個 相信就是由希格斯波式子衰變給出來的訊號 而是不可能由其它東西給出來的訊號 唯獨是希格斯波式子才給出來的訊號 就用這樣的方法去推演 就是說應該這個希格斯波式子是真的存在過的 很難找到 難度是怎樣呢? 我要舉一些數字 我們很喜歡用 比如你如果說 一個普通的質子 它的質能的單位是一個單位 我們喜歡用一個GEV 你就用一這個數字 一個質子或者一個中子 Proton Neutron 它就是一個質能單位 這個希格斯波式子的質能單位去到多少呢? 是去到百多的 就是說你的粒子加速器 你要提高到很高的質能 你才能夠看得到 才有機會產生得到它 那中間你不要小看 這些粒子加速器 你要將它加速度 提升幾倍已經很難 你要提升到十倍、百倍就更加困難 所以中間你能夠找到一些 可能是三十幾個質能單位的東西 你會找得到 再高一點 五十幾、六十幾 你要找得到 你要提升到超過一百的那些 你很難找到 現在說會不會有些東西 理論上可能是出現到幾百 甚至上千個這些質能單位的粒子 會不會出現呢? 你結果就是要將那個粒子加速器 再要將它加強十倍、甚至八倍才能夠想 以我們現在這個技術還未能做到 但是這裡也可以提一提 就是現在那個雙粒子加速器 是企圖去再提高多十倍 來去看看再找一下有沒有新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很可能就覺得 未必再找到一些很新的東西 就是因為在我們的理論預測裡面 下一步再有那些東西 就算有的話 它可能那個質能的差距 不像先前那些距離那麼小 是要提升到很多很多 你才有機會再找到 所以大家都會懷疑 值不值得繼續去建這些東西 來去建下去呢? 就是我們好像先前都有提過 在現有的這個已經橫跨了 瑞士和法國邊境的那個粒子加速器 再建大一點 建到下去呢 那個法國的其中一個呢 很漂亮的那個小鎮叫阿納士那頭 嘩!你如果就這樣駕車 你都要駕多幾個小時才去到的地方 它就適合整個粒子加速器 想要下一代再覆蓋到遠一點 整個直徑的範圍 是以100公里計的 這樣去計的 那會不會再有新東西找到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起碼呢 現在現有的這一代的粒子加速器 就幫我們印證到這個希格斯科式子 那就令我們知道呢 整個那個希格斯牆 那個機制 似乎就應該就好像Peter Hicks教授 它預測這麼說 一些小小的概念上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說 希格斯牆如何令到物負與物質有質量呢? 就是有一些的粒子 它這個粒子本身 它如果不是在這個希格斯牆裡面游走的話 它不會有質量的 但是它就是因為透過和這個希格斯牆的商戶作用 有時候它的商戶作用強一點 它就會令到它那個獲得的那個 就是那個的慣性是大一點 就好像你穿著不同的裝束 下去那個海那裡走 如果你是純粹穿著鯊魚皮泳衣在那個海裡走 你的水座是小一點 那你就會覺得自己輕盈一點 但是如果你穿著整個萬禮服走下去的海裡 你的水座就大一點了 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的特性 和你周圍的媒介的商戶作用 有多大有多實 就決定了你自己本身在這個媒介的時候 那個慣性有多大 那就是用一個比較粗淺的比喻來告訴你 希格斯教授他想這個希格斯牆的時候 就是一種這樣的概念 就是透過一些物質去和這個希格斯牆相互作用的特性 來決定了這個物質的質量有多大 而最有趣的地方 希格斯牆這個牆 它自己和自己都有一個自相互作用 從而令到它自己都可以令到自己 產生了一些希格斯波式子出來 成為了這個牆的一個特性 而這個牆的特性被我們量到的時候 就令我們驗證到有這個希格斯牆的出現 好啊 那這個比喻呢 其實我們當年在神秘之夜我們都有用過的 是的 是的 這個有興趣就可以找回來看 如果現在看回希格斯教授 他長期就在愛丁堡大學那裡掛單 他很有趣的 他是不用電郵 也都不懂得用電腦 甚至乎也都受訪問的時候就說過 他直接覺得自己不適合在今時今日這個學術界裡生存 就是說如果不是以往弄成一樣東西給他吃過小 他都很難在今時今日 他覺得自己今時今日都會被這種學術風氣去淘汰了 在愛丁堡大學出給他的副文那裡 台長是不是都有一些特別的發現呢? 沒有所謂突然發現的 這個人我們都聽過他的名字 就是前港大校長 當時港大學發生了一些事情 他就過了警 於是大家都記起他 這位就是馬飛遜 他都不來的 但是他不來的回到愛丁堡大學 咦 撿到那些東西 他很開心啊 我完全看到Peter Matthewsson 在愛丁堡大學就非常開心 當然開心啊 大哥 不用這麼煩啊 那他就撿到了 喂 如果他現在還留在廣大 那這件事就不能在車邊 所以我們都要提一提他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嚴肅的問題 趁著我們還沒完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那讓我說回一句 在這個報道裡面 就是馬飛心教授他作為校長 都代表了愛丁堡大學 就向這個希格斯教授致哀 就是去表揚了他的學術貢獻 好了 那嚴肅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這個希格斯波式子 對於我們研究粒子的物理當然很大作用 但是對於宇宙學有沒有一個幫助我們理解呢 那麽說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間接迂回的 首先他那個希格斯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他解釋到這個世界上 萬物的質量的淵源在哪裏 而且他這個發現 是將整個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 是完整了 原本我們還有些東西認為他有 但是未發現到的 那麼他都找齊了 就找齊了在那裏 那麽好了 在那個量子長論 包括其實呢 Peter Hicks他建立這套理論的時候 完全在用那套東西 就是一套長論的東西來的 一套量子化的長論的東西來的 根據這套量子長論 可不可以再幫我預測 有沒有其他的粒子在這裏出現呢 譬如有些叫外港超對稱這些粒子 會不會出現呢 那這一個呢 就是根據這一套這樣的長論的精神 再結合我們的粒子物理 就可以問一下會不會還有些什麼 其實是可能存在 但是未發現到 而他們這些東西 會不會最後就是 甚至乎幫我們解釋了 這個宇宙裏面 暗物質的真身 會不會就是一些 我們暫時在粒子加速器裡 還未發現到的粒子呢 這個就是在這裏會有一個關聯的地方在這裏 我們現在就找到 宇宙裏面 似乎還是需要有些暗物質 和暗能量在這裏 OK 但是呢 似乎尤其是對暗物質的需求 未必好像我們原先需要那麽大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未知的物質 我們不知道它應該要在這裏 但是我們看不到它 可能就是一些我們從來未發現過的粒子來的 所以在這裏就是 粒子物理世界 和這些量子長論 會不會還有一個可以幫我們預測到 還有一些未知粒子 從而幫我們了解到宇宙裏面的暗物質之迷的呢 那這就是他們那個 就是學問連結的地方在這裏 剛才你說的這個項目 連這個 就是衛報的 寫得很詳細的符文都沒有講的 是 但是當然了 這個貢獻力是非常之厲害的 所以日後有更加多衍生 其它多的學問 這個不出奇的 好了 今天我們完成了這個科學申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就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 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 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